哇哦 现在糖吃开放了 太棒了 Taco Bill 这是他的快餐店 你好同学 上车 你是谁介绍的 我是住这里的Andy Andy他是很早就考了 大概3、4月的时候 那小伙很机灵的 来上车上车 我们在车里聊 你坐主驾 这里学车就直接上的 然后 肯定是先学在居民区里转转 那些手法 那个你现在是 什么情况 就是说你 你在这边开过车吗 我 我之前在国内开车 然后 你有驾照 有 然后两年前来美国交换的时候 我是在威斯康庆州 开过 然后在威斯康庆州 我的国际驾照是可以直接换照 但是加州不给换 是的 他这边特别一样了 每个州都不一样 可以 OK 我们在这 这个stop sign 停一下 你看这是三面stop sign 对不对 三面stop sign 它少了一面 这三面以后 谁先到谁先走 就走吧 这个 我没说转 我应该说转 那时候实际考试也是在这附近吗 不是 我习惯的考场不在这 还要走高速公路 像你这个手的姿势就应该落到三点和九点 知道吧 对 这样你保持一个平衡 你不能抓上面 越扎 手越近 它晃荒的 幅度越大 了解 好吧 而且 打轮不要一把打 嗯 一手回这种打 我说慢点油门好了就可以了 他地上有这个字 如果前方有车我们是要空出来的 就是让他左右通行 那个对对对 过这个路口呢 你左看右看 对眼光眼光看一下左右 这是考试要求 考试有八个路口 他通行的时候怕两边的红灯 车 闯出来 就像这个大白车出来一下 知道吧 右边的这路我要这样看 梯子路口不看 像这个大车出去了 他是有驾照 你不能随着他 知道吧 你按规矩 你没考驾照之前 你都得按规则 看前面有一个红绿灯路口右转 打右灯 这里用转 先停一下停一下 不要动 方向歪一点 45度 对对对 我可以走了 等着 就可以走吗 可以可以 这个红灯吗 红灯这边是 没有车吗 通常要二次停车 红灯二次停车 看没车 就走 那 确实没车吗 刚才呢 对吧 这些所有路口都可以讲 红灯路口二次停车 他是可以查看一次 没车就走 是吧 我们这个停一下 你眼界这个雨刷看不到了 就在这停 实际如果个高的话 你还能看到一个线 打左灯 我们就开始走 转 稍微二分之一就转 现在转 打慢点 你这个方法会扭吧 是转的再少一点吗 转再少一点转两次 OK打左灯 可以走起来 走 你先到 走 你把油门放缓 知道吧 你这种打轮有点使劲 如果你轮子使劲 你就得油门放缓 你一共控制 轮子和油门 两个不能同时使劲 这个知道吧 一强一弱 了解 就 油门晚点再步 对 拖拖拉拉的走 好走 哎呀我我应该让你转的 我应该每个转一下就好了 好右转 好推出去 向右肯定向右 这是本能 往右推 你身体往前看 就这样 看到最前面 对不对 你要有一种好奇心好奇心啊我使劲往前看有没有车啊你不能直挺挺的在那个哦特别垂直 了解 啊 有有时候考过考过像我我这个座位啊我会拉到这个位置看 对吧 是找你的麻烦 走吧 我可以右转 哦这里啊 哦 没注意到这里 这里这里这里 好在这个路口右转稍微倾斜一点点的不要 把死 好走 推推推 你这个就是油门大了油门特别大 知道吧 你又该零起步特别慢 就是在我还没有教我的转弯的方法的话 就是用你本能的那种转弯 去转的右转右转 直接转 松油门 松油门 对 就这么慢一点 再起来 他是零起步 而且临近特别近 这个这个路口 对吧 四个stop台 就缓慢的起来就好了 你一加油超过十几 那就太快了 听到了吗 了解 如果觉得不好 我要用我 我要教你我的方法 了解 来这儿 走转 他先到了 对他走 注意这个方向盘的 你看怎么动的 反正手都是交叉起来的 对 实际呢 考官是不 不太关心你的手是怎么弄 对吧 但是如果你有一次 反正劲儿使大了 或者轮轮转的忽悠了 就晃 他会看你的方法怎么转的 对吧 另外一个你这个方法会 比较不舒服 啊 走啊 然后左转 走 推 其实油耳还是有点猛 我给我 我教一下我的方法 你就往前走 我推着你 你推一半 左手扶住 这个手回来 再推 不要动 就好了 这已经结束了 知道吧 就是说 对你方向盘就推起来一半扶住再回来一把 全部用这个手 知道吧 总共是推一圈吗 没有 一共推了180度 现在的车很先进 就转180度就转直角了 可以再试一次 对 你左手你左手只负责去接 接东西就像这个这个看扶着这个一样 推 幅度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 完了 好吧 然后 你手转的急 你油门就放松 这个至少练100次 习惯了和一天两天好了 再试一下 可以走 推 辅助 松油门 对就这样 你会 你会最终就有手和脚配合的特别完美 就我想使劲就使劲 我想松就松 我我我转大了转小了我控制的非常自如 了解 OK我再试验一次 这左转 对到线 现在就到了 看不见 好就走起来 给推松油门 哎这方法再推 等待等着就好了撤回来 这个方法好处就是两手不再交叉 是吧 左在左右在右 嗯 非常好 再来一次 321看一下走 放松推 所以你看这速度是多少 9不要超过10 你得非常轻松 因为路特别短 一秒两秒就到了 OK 这样就完成了 他们拐弯的过程有规定时速不能超过多少 考试的时候 对他他可能会说你拐快了 慢了 他会扣分 速度 或者是拐大了拐小了 就是压线 这个车过来压线呢 嗯 哎我们试一下右啊你把 左转的那个方式 推一把 接一把 再推一把 使劲 松油门 是不是左右左右对称的方法 就是左怎么用右就怎么用就是把它 反相反了就好了 这就是我的方法 再来一次 我推 起来推接一把再推一把 还行不 可以 还不错 还不错 好我们练一下 就主到路口左转哈打左灯就现在这个路口对 你看对面来车了吗 所以你停下来等 好走 慢慢的推 慢慢松油门 然后就缓和过来就好了 他在居民区里一样 直面来车要让 这是美国最重要的交通规则 对对对 不管是红绿灯还是什么 直线来车要让 所以我要停两次 他们两边没有stop 你是要二次停车的 这也就相当于在直面来车有 你跑到中间了要快打 走 打一下再打一下 再打一下 然后加点油 马上回来 对 好不好 二次停车 你真正有了好多车的话你会知道 这车不停的 还是直走 好前面这个路口左转 现在这 那 走 动 他不停反正你顿一下就走就好了 对吧 这叫直接转弯 主路没有stop sign可以直接转 对对对对 他肯定减速 然后就过 有 好打左灯 就这样 轻轻刹车 还是早 还是早 对你推的太快了 慢一点 你现在这个技术大概就是说能估计到你只学一 一节课 然后考场一节课或者你在这学两节课然后去考场 练练就可以了 多学没问题的 好前方这个路口 就像你刚才一样 再来一次 推推不要放开 不要刹车就是要放开速度 说的都 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绿东走转的时候对上前他走你再跟上他 慢慢走 放松左道 左边 他这个路应该修一下 这边看不清 来再右转这 哎呦我的天这个车 这个车就要 考试就挂掉了 他床 床stop sign 这个不是你的错 你看你前前面突然遇到这个你 你无法执行的你就得停下来好吧 这个是反应非常快的 这一定要让他动 你反应很快 好你现在打左灯换走道 看镜子回头 回头你这个身体要立起来 知道吧 要离开这个座位这个沙发 移动起来 就有点像半身在扭动 知道吧半身 像做操一样 扭动起来 这个可以在家练 坐在椅子上练 还不太习惯 他这个回头和我们的 和我们的以前教学都不一样的 就是他一定要看后面 是吧 看偷照镜为什么不可以 他要眼见为实 你就说真实眼睛看到的东西 才确定 左转 左转 对 这都要回头 这中间到 知道吧 USU学校 来继续 我们向左边道 打左灯 加油 对回头 你还是太快了 你手不要动 看的时候 看完了以后 回 回正方向的时候 再动手 左转 听到了吗 这个石头边不用回头 来加油 对 打左灯 看机子 回头 还可以回过头了 再正 知道吧 你把它拖延到四秒钟 知道吧 一二三四 每个动作 这一秒 甚至五秒都可以 好吧 好 好 趁着男 打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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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灯 回灯 二次行车 甚至往前探 好了 没有 走 你方向盘在扭着 这个不扭不行 不然你就转不过来了 了解 嗯 你现在按照这个 标准的位置来倒车 看着后面 假装看后面三秒 一 二 三 看一次 太快了 你杀点车呗 你这个手啊 应该扶在这后边 男生可以扶在后边 女生啊 可以主在这 知道吧 就在这 OK 看着后面三秒 它是实际是没有目标的 因为你停的直 你就随便走三秒 眼睛要看后面 懂吗 看后面 一 二 三 一 太快了 速度 火箭一样 对吧 那你 哎呀 哈哈 你跑哪里去了 哎呦 你不要慌嘛 往里进 再往前进 前进 前进 往里开 对 往里靠 随便 慢点慢点 往里靠 不要来回晃 靠进去再打出来 这个太远了 看着 再往里进 再往里进 哎呦 这个晃来晃去的 好了 这是直了 就直了 OK 先是直的 对不对 然后按照垂直道就好了 OK 刚才我忘了 你这个手啊 要扶在后边 男生的手是可以 就是伸在这个位置上的 对 对吧 然后你头扭过去 往后看 对吧 这个标准 标准的姿势 女女生手短 会要扶在这儿 阻着 两手弄 这个手是斜在这里 你你什么姿势 就是卡着 压着 上下压 不要来回晃着 动着 一会就出去拿着 如果你歪了 就是歪 外面就是外面 内就是内 嗯 知道吧 知道 OK 扶住 开始到 看到 一 我不用看 一 二 三 哦 再看着一眼 再回来 坚持八秒以后 你就像 有把握了 就 来回看 来回看 变成 一次一次的看 就是后边都是假装看 这里是 哦 停下来 我没看 我要看看你行不行 我挂前进的 我看一下 有点偏出来了 整体还好 考官应该是不会打开看的 只要一看这里 就好了 知道吧 了解 还有 你到车的时候 能看到这些花花草草 移动的速度 就像做车一样 哎呀 火嘛 哼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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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吧 你们的 就这么快 那也不能像 就是不敢走 三种速度 你要掌握哪一种 好吧 然后po up出去 po up什么意思 就是开出去 倒车是backup OK 我们出去啊 回头 一定要回头 这个肩膀一定要离开 你你夸张 你懂吗 你想考第二次 你就随便一打东 后边来车就挂 知道不 非常厉害 走吧 有时候 这都看 你不知道哪个考官厉害 就是你现在的程度 一个半小时就大概 是你家吗 那一个 一个半小时 练车 不用不用 估计你就可以去考场了 好吧 考前我在考场会练熟悉一下环境的 好 好 然后看看当天的那些车流啊 是什么样的 就是上午是什么样 下午是什么样 熟悉环境 大马路居民区 我们居民区停车需要打闪灯吗 不用 了解 啥也不用 只要记着出来回头 一切都是你的本能习惯 好的就好了 像这种 起现在这种需要一些时间习惯 对 要起身 但是你冲着看 你根本就好像 你的身体绑在你的这个 绑在这个座位上 是根本看不到的 你起身摇一下看就像身体起来 那考官有时候看的比你厉害多了 他找你的毛病挑你的麻烦 懂吗 了解 而且他拼经验 有时候考官都亲自看后边一眼 你还要不动于衷 就就变道了 那就死掉了 对吧 有时候考官是看到路上没有了 车了让你去变道 你只要做动作 好吧 这样 了解 你真的就是变道差一点 可以练出来的 知道了 好了我们再见 OK